第1889集 人族护道者早已谋定 守不住枯井的话就任他们打开 也许能借此耗掉三两尊圣灵或邪神 星空古路上这样的古井有几口 他们的存在是一种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人族部分强者一向借他们之手打开 永远解决掉 叶凡文言感觉到了一股冷气 有种阴谋的味道 还是人族设下的局 清皇道人说道 当然 利与弊共存 几乎等同多 故此人族护道者迟迟不能决定 这一事人族很强盛 这段古路上强者备出战绩辉煌 想在这一黄金盛世解决古代遗留的一些问题 清皇道人说道 原本是想负责后人 不曾想成为了几口魔警 任圣灵与几尊邪神打开 借助他们的力量磨灭部分危机 而后我们会选择时机出手 即便如此 这一战也是极凶难了 叶凡深知 对方能够告知他 只因他掌握了绿铜顶 不然 凭借他此时的境界 还没有资格知晓 叶凡问道 前辈 你身体无碍吧 他严重怀疑 这个老道人落败 可能是装的 老了 真的不是他的对手 若是再年轻五百年 我或许能与他一战 毕竟是一尊圣灵 有几人能可压制 古来少见 清皇道人怅然说道 有些伤感 叹年华老去 血气衰败 点锋一去不返 步入了暮年 突然 天地间一生巨阵 敖忙冷悠悠的 向这边望来 一步一步走来 杀鸡毕露 盯着清皇道人 我与你的战斗 还未完结 他是想趁老疯子 与苍颜杀到了狱外 先解决掉 这片战场的一切 前辈 叶凡露出忧色 他的伤很重 能否活下去都未知 我虽然老了 但是挡住这样一尊圣灵 还不成问题 大战再次开启 人族第十城的接音使 以及霸龙托兰等也连魅出手 攻向识人 伦夺 叶凡望向枯井那里 盯住了墨谱 这一次没有火灵苍颜坐镇 他大步前行 直冲而去喝道 你说同境界中圣灵无敌 我人族今日就一个又一个的 打破你们引以为傲的神话 墨谱脸色铁青 冷冰冰的说道 你们人族 不行 我已杀了一头石狼 以及一个石人巫骨了 你说行不行 不行 再将你打爆 叶凡冷漠的回应道 墨谱文言脸色难看 之前一步来到此星的石狼死了 而巫骨也被叶凡割杀 这对圣灵一族来说是一种耻辱 轰的一声 他浑身血液充拥 每一滴都晶莹璀 透过尸体发出无量鲜光 拥有一种不朽的神性 古往今来 人族怯懦 不知一提 昔日种种战绩 你们败多胜少 不惜对我等顶礼膜拜 早已盯在了耻辱柱上 他揭开了过去的伤疤 那是最为黑暗的年代 没有人族大帝出世 一尊无敌的圣灵 就可以统治一片星域 人族悉数臣服 人族激弱 在那些年代 视圣灵如神明 难以抗衡 不得不叩手 敬畏与朝拜 可以说 那是一段耻辱 黑暗年代是 人族不想提 也不愿面对的年代 祖先曾经被奴役与压迫 在那种年代 不曾有盖带无敌的 惊艳人杰出世 也反了默开口 在人族陌落的年代 几个跳梁小丑得势而已 若谈往昔圣灵中的 至强谷族 被人族击毙了 叶帆冷漠开口 他一步一步前行 积蓄一身的战力 通体发出灿灿金光 如一尊战神将士 他的体内传出诵经之音 一缕缕的道痕烙印浮现 如一条条黄金秩序神练 蔓延向四方 将他衬托得更加高大 为暗设人 我只知道 我圣灵一脉 一个人就可以统治你们一族 偌大的一片星雨 莫不臣服 莫普离开了古井 脸色冷酷 继续无情地 在人族过去的伤口上撒盐 这就是圣灵一脉 骄傲的资本嘛 也只能沉浸在那渺小的辉煌中了吧 怎么不替人族大帝统御的年代 不敢而无脸提吧 敢有圣灵作乱 必被宰掉 叶凡用宰掉这个词 凸显了大帝的无上威严 镇压圣灵如斩恶狗 那是因为 在那种年代 没有大圆满的圣灵出世 相反 人族始终 黑暗纪元占据了不算短的岁月 以你的理由来演绎 圣灵统治的黑暗年代时 没有人族大帝出世 若有一尊存在 当全杀圣灵 谁敢作乱 两者的体内都出现了诵经声 血气蔽日 两具躯体宛若两座太古的大月毅力 生出一缕缕神奇的气息 无比的强大 即将大战 他们在言语上冲突 冷酷相对 体内的道行运转到了极限 在酝酿惊天动地的功法 这一战不可避免 早已不算是个人间的战斗 更有了另一层含义 人族与圣灵一脉熟弱熟强 将会在这一战中体现 圣灵一族是高傲的 一向自负 疲逆天下 自以为无敌 历来与人族对决的战绩 佐证了他们的辉煌 可是这样羞辱人族 却也让每一个人都憋了一肚子的气 再想到那些黑暗的年代 更是觉得窝火 莫普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及 折辱人族 接过去的伤疤 让每一个人都恨不得与他亲手一战 将他打猎 沐浴其血 以战绩 输血辉煌 这是叶凡与莫普为各自树立无敌信念的一战 同时也涉及到了两大种族 有无尽的修饰观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的胜负也将对很多人的信念产生影响 到了现在 已经有了一种族气气韵相争的迹象 从老疯子到叶凡 先后与圣灵对决 胜败关乎甚大 将会动摇两族的信念 这将是圣灵与人族孰弱孰强的一战 也许能动摇很多东西 莫普突然一声大喝 实质机体近乎通明 血气逃天 更是绽放出灿烂的盲 有一种不朽的力量在弥漫 他一声大吼 一下子将神鬼藏地都震得崩裂了 那一座座冰山成灰 黑色的明河蒸干 古尸消失 而战场中的人们 许多人受到波及 尤其是离得近的强者 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冲击 现场有数十人崩碎 化成一团团血雾 更有圣人遭受重创 几乎被活活一声吼死 其中几人四分五裂 在艰难的重组躯体 向后退去 嗷嗷一声 厉头苍狼 成盛多年 古断金蛇 他离得过近 被一声十人咆哮 活活震碎了圣躯 化成一团血雾 尽管重组了 可是在持续不断的冲击下 终是遭了大劫 跌血而亡 叶凡一声轻齿 挥动拳头 绽放不朽的神圣光辉 宛若一尊天神般 俯视苍茫大帝 用力的向前打去 作使他的权力一击 体内的金色血液 在雷鸣 剧烈冲涌 发出阵阵海啸般的声响 阵的天地都在抖动 人族圣体在发光 仿佛一一簇又一簇 鲜火在燃烧 将它淹没在内 看来恐怖滔天 神为盖世 叶凡化成一个金色神奇 立身在无穷道光中 这一拳带动天地大势 像是歇整片宇宙的力量 打向前方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